这次台南收到雷台信价去压架西南气流的影响 任何的大户是造成很多所在都来饮水 政府也提出到如果如果是期间饮水时超过五十公分 对人来申请补助 驾在台南市场参丞林 高苏婆和他的志工团队 就来到委内报文区的业工历 协助有需要的民众来调查到申请的资料 希望可以带一力帮助在民来完成在后的访问 这次南台湾收到雷台信价去压架西南气流的影响 很多地方都团出饮水财政 政府也提出保障的办法 驾驾若是饮水超过五十公分 准备好需要的文件就能申请补助 今天市场参丞林高苏婆和他的志工团队 就来到委内报文区的业工历 协助在民贴下申请的资料 当时也让有需要的民众 竟敢了解他们的保障团阅 有了 无了 无了 格苏婆也表示 饮水时台南竞年出现 一个神仙人的世界 也有所未来的市场 一定能劳力改善这种社区差距 让大家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另外看到的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浴港里这个地方 你如果去问里长他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街面那边的路 电高 所以他这里反而变成一个比以前还低洼的地方 所以水都汇集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说 现在反而受害最严重的是这种 这种人说多重头 就是街区以外的这些聚落 是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强烈的呈现出一个很大的城乡差距 而且这个城乡差距不只是说 旧台南市区跟旧台南县的差距 而是连你那个乡镇本身 它的街区跟它的聚落都很不一样 这次的报酬依照规定 要在10天里面提出申请 需要找到户口名簿 让中文靠着跟他们订阅资料 到区公所贴下标段 经过公所勘扎 付合标准以后 得会发控救资金 提起有需要申请报酬的名装 要赶紧卡布 接下来 葛嘉明成译于办门区彩虹博德